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在以前國高中好像也曾經遇到過什麼問題 就是你把一個指板 你把四個角做切割的動作 切割一些小正方形之後 你把它變成一個怎樣 立體的一個什麼紙箱的那種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說我們將一個怎樣 一個 呃 21寸長 16寸寬的一個長方形的一個指板 你會截去四個角之後 四個正方形的角 然後你這樣可以把它對凹起來就變成一個這樣一個立體的 一個紙箱 那當然它是沒有蓋子的嘛 那麻煩你幫我去求什麼 要怎麼做怎麼做切割才可以使得說這紙箱的體積是怎樣 是最大的 那不過你這樣 題目這樣看一看你可能或許還看不太懂 不過我們等一下會有圖形給各位看就一目瞭爛 所以我們一開始也先把這個紙板大概先繪製出來 那 就像底下這個部分 底下這部分的話 原本有個紙板嘛 一個長方形的紙板 長是21寬是16 那他說啊 我們把他的那個什麼 四個角截去 截去四個小正方形之後 我們發現說 這個截掉之後 你這邊就可以折起來 這邊折起來 折起來 折起來就可以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長方形了吧 對吧 所以咧 我們這時候先假設說 我們這個減去的那個什麼 這個正方形的 長度就是x 所以原本21 扣掉了一個x 扣掉了一個x 所以我們這邊的 後來的長 第一長就變成21-2s 那 這邊原本是16嘛 減去x減去x 所以就變成多少 16-2x 這個是我的什麼 長方體的長 這個是我長方形的 長方體的寬 那高咧 就是我們長方形的編長 就是我的x 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這樣減完它 事實上就可以折成一個什麼 折成一個長方體 沒有蓋子的一個長方體 所以 接下來題目是問什麼東西 叫我去求書物科是誰啊 我們要使的這個體積 出來這個長方體體積最大 好 那什麼情況它會最大呢 當x等於哪個特殊值的時候 我們出來的長方體體積是最大 那我們從這個誰啊 把體積想做是一個函數式的話 那 你會發現說這個體積會隨著x變動的時候 而根子改變嘛 所以事實上就是求什麼 這個體積函數的什麼 最大值發生在什麼情況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x算出來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說穿這題目也可以用什麼 就是所謂函數的極大值的這種問題 就是解決了 所以咧我們就把那個什麼 這體積v表示成一個x的函數 那不就是長乘上寬再乘上高 就是我這個長方體的體積了嗎 所以會變成這個東西 那所以這個體積的最大值發生在什麼情況啊 當此函數 我們去求它的一次微分跟兩次微分 透過什麼二級微分測試法來做判斷就好 所以此函數咧 我們可以知道說它的一次微分會變成什麼東西 會變成 那當然它就是這樣 分開微分再做像2-不過咧 我們還可以再做一個怎樣 因式分解喔 就回出來之後會變成4倍的什麼 3s-28再乘上x-3 那這時候咧 另它為0我們就可以找出我的零件 發生在什麼位置啊 所以x等於多少 3分之28 跟怎樣 3 這兩個問題 那兩個都是我的零件點嗎 你要隨時問自己這個問題喔 你當作零件點抽出來 何為零件點 一次微分為0或一次微分不存在 而且它是怎樣 必須落在我的domain 或定域範圍之內 才算是我的零件點 那我們這時候 剛剛假設出這個面積函數的時候 由於這個xa自己才去的嘛 所以16-2s必須這個變成一定效大於 所以我這x一定會接於0到8之間 那很顯然你算出來的3分之28的話 它是變9點多嘛 所以它更不在我的定域範圍之內 所以很抱歉 3分之18不是我的什麼 並不在我的範圍之內 定域範圍之內 所以我們只有一個x等於3 所以這時候零件點只有一組啦 那它是極大只還是極小之類的 我們接著來看兩次微分喔 兩次微分的時候你發現說 它微出來結果是這樣的 x用3帶進去是多少 分量10那個 扣掉37 所以它是負值乘上4 所以它是怎樣 兩次微分帶3進去 它是個怎樣 比0來的小的情況喔 所以喔 你可以知道說 死面積函數兩次微分帶3 是小0 所以它是個凹口朝下的 凹口朝下它是這個0解點 所以它當然會發生什麼 所謂的一個極大值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體積函數咧 當x等於3的時候 會有一個怎樣 最大值產生 那你這個3咧 帶進去 你就可以把它的那個什麼 它這個體積給算出來 等於是450 那當然你會說 欸這個 再來說 我們 到底會不會測試法 測出來的應該是一個相對極值嗎 它保證就是我的絕對極大值嗎 這當然是啊 因為我們有個範圍限制嘛 當死函數咧 在一個 壁區間的時候 從壁區間 由於x接於0到8嘛 所以它 這個地方一定是我的什麼 一定是我的 一個有個範圍限制的話 這個相對極值 相對極值就變成我的一個絕對極值了 所以我可以知道說 我這時候 正方形如果切去的是一個怎樣 3吋長的 一個正方形的時候咧 我們的長方形的所呈現的體積就會最大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那個正方形的鞭長 求出來就是多少 就是3吋 你不會把這個鞭長的鞭長 我可以把這個鞭長的鞭長